查出來 那我要查的黑名單 這個是黑名單 所以黑名單Ctrl向下 裡面的話有兩萬多筆 然後呢要查的資料呢在這裡 查詢名單Ctrl向下 實際上我是在1000筆的地方填下來 不過底下其實還有啦 因為同學 這個也是同學提供給我的一個 範例檔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斷要查很多的黑名單 那查完之後我希望把結果放在哪裡呢 查詢結果放在A1這邊 把它列出來 那所以呢最快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當然你不是用Ctrl F啦 Ctrl F 尋找找到美國來 OK 所以呢基本上我會希望怎麼樣 利用呢我們前面教過的 最快的方法 其實用Conif是最快的 那怎麼說呢 Conif 其實Conif是什麼 去找 有沒有 找那個 某個範圍一個Range Range指的就是黑名單 在黑名單裡面呢 如果有出現這個東西的話 那是1嘛 Conif 算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0 所以不是1就是0 那不就很好解決 所以很快嘛 我們如果用 查黑名單插入函數的話 用那個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Conif 然後呢 Range的話呢 切到黑名單 然後黑名單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是很大一個範圍 所以建議是這樣 游標呢 請你先放在A2 千萬不要這樣做喔 A2然後往下拉 這樣拉很久 因為2萬多比 OK 所以你可能要等他停 而且可能會過頭 對不對 所以這個招 不好 不要這樣用 要怎麼用比較快 其實建議呢 就是先點黑名單 再點A2 A2 然後寄個快速鍵 到最下面 選取 Ctrl Shift 加向下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快速的幫你把它移到最下面去 所以記得這邊我做一次喔 插入函數 你剛剛跑掉了 Range 切到黑名單 然後點一下A2 CtrlShift向下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OK了 他馬上跳到最下面 Ctrl Shift向下 馬上選好啊 特別重要方法喔 要用對的方法 因為我發現 我同學不會這一招 這樣麻煩 OK Ctrl Shift向下 整個範圍就選好了 再來 Criteria是指什麼呢 指的就是 你要查的查詢名 所以切回來嘛 就是查他 意思就是到黑名單裡面找找看有沒有他 有的話呢 那就一 沒有就零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啦 按個確定 那這個有沒有 有 向下填滿 全部查完了 只要是 那就是 那個什麼呢 沒有 一的話就是有 所以呢 我們只要把什麼 把一的部分留下來 把零的剃掉的話 那就是 查到的結果 所以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B1 利用一個方法啦 資料裡面有個叫什麼 留下一 剃除 0的話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篩選 有沒有 在那個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篩選應該用過吧 有沒有 我如果要 先把游標放在B1 然後 資料裡面呢 找到篩選 篩選裡面的話呢 上面就會有一個箭頭 你把全選部分打勾取消 留下1的部分就好了 有沒有 1的話意思是 我要找那個黑名單的 0就不是嘛 那他會怎麼樣 按確定 其實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留下1的部分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 A2 一直到往下的部分 複製貼過去就好了 所以呢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有沒有 就是你要的 Ctrl C 再查詢結果 A1離開Ctrl V 你會發現 你的黑名單 就找完了 我應該可以懂到邏輯啦 OK 但是以後我希望怎麼樣 把這一連串動作 不要每天 單已經夠快了啦 但如果還要更快的話呢 最好怎麼樣 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把舊的清掉 一個按鈕是 按下它自動把你剛剛做的所有事情 通通再做一遍 OK 那其實就錄製聚集嘛 對啊 就錄製聚集就好了 錄製聚集錄完就 一個按鈕就 資料通通過來 一個按鈕就清除了 OK 請各位 先試一下 這個部分 那 最後的話當然它篩選啦 你可以把它篩選取消掉 它又恢復了 篩選其實 用來查詢資料非常的便 它有點像是 把以色有當資料庫 然後篩選就是 在資料庫裡面 查詢資料 所以資料庫的資料過來之後你要查詢的話 其實可以用篩選做很多的變化 另外的話篩選 你也可以錄製聚集再來修改 所以有的時候甚至你可以 利用篩選做出那個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今天有一個大量資料 你要做查詢系統 輸入關鍵字 自動幫你把資料 找出來 並且 丟到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這個地方就可以利用篩選 再配合 這個VBA 修改 就可以做出一個 查詢系統 而且相當簡單 OK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黑名單篩選做完 待會的話呢 並且把 這個部分用錄製聚集的方法 做出那個 一鍵完成 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自動 查完 放過去 一個按鈕是把查詢結果給刪掉 希望就是都不要重做啦 反正就是 按下一個按鈕就清掉了 按下一個按鈕就是幫我查完了 那這樣的話就很方便了 以後呢你根本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自動全部完成 那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 錄製聚集之前呢 記得你要把剛剛的動作先熟練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我們就是 切到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聚集 不過錄製聚集之前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因為要先 你要知道從哪邊開始 你將來按鈕 是在哪裡呢 按鈕一定是在查詢結果裡面 所以 你一定是郵標一定是要先停在查詢結果 然後要切過來 這個切的動作一定要有 不然的話會造成錯誤 OK 所以那個 錄製聚集一定要那個步驟的那個 動作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一定要很精確啦 這也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OK 那我們來做一個看 錄製聚集 OK 所以 錄製聚集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做 那個 黑名單篩選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名稱把它改一下 叫 黑名單 篩選 黑名單 那再來的話就是不能NG啦 你就要一次 就要做正確啦 不然的話呢 你將來又要再重新 NG要重來 按確定開始 所以 1 游標呢 請你先點擊查詢名單 2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那個 B 2的儲存格 3的話呢 再把游標 因為已經打回公式 你不用刪掉沒關係 我前面講過啦 你直接怎麼樣 游標放在上面資料編輯的 打個勾 他就自動幫你入鏡到那個 B2裡面去了 所以不用刪掉喔 再來的話呢 向下填滿就快速點兩下 這樣 他就填滿 OK 你當然也可以向下拖拉 不過拖拉很久很久 他還有過頭 過頭入NG又 OK 所以 這個地方建議是 在他的那個 B2的右下角 點兩下 空點 OK 再來的話呢 找到了 1的話就是要的 0就是不要的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把 1留下來 0 0把它去掉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 利用我們之前 寫過那個VBA 可以刪掉那個 RO 有沒有 那個刪掉列 其實也可以啊 不過這裡用那個什麼 用 篩選會比較快 那篩選怎麼用喔 記得喔 向下填滿之後 游標請你放在 B1的儲存格 一定要放在 第一列上面 A1跟B1都可以喔 OK 游標放 B1 做什麼呢 篩選 因為篩選 記得要放在 標題的那個地方 然後呢 資料 裡面的篩選 你按下篩選之後的話呢 它會多一個箭頭 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箭頭 點下去 留下什麼 留下那個 1的部分 有沒有 OK 按個確定 接下來就是 游標再放A2 這時候 它會幫你 其實0應該是隱藏起來 不過其實我們要的是 1的部分 再把儲標放A1 不是跟著 A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整個選起來 所以快速建議這個可能要記一下喔 再來什麼 複製C 再切到查詢結果的A1 然後Ctrl V貼上 這樣都OK了 好 那就可以停止錄製囉 所以 開發人員裡面有個停止錄製 完成 第一個 就是黑名單篩選的按鈕 好 第二個的話就是清除掉 清除怎麼清呢 其實很簡單嘛 反正你要錄製也可以 或者自己寫也可以啊 你用什麼 Range A1 其實A到A也可以啦 點ClearContents 整藍全部刪 要不然如果你不會你用錄製好了 我們用錄製好了 這邊講這是清除 清除 OK 那清除的話呢 就是按確定 那一樣喔 游標 整A欄全部不要的話 游標放A上面 點他一下 整欄 做什麼 Delete 鍵 這樣就OK了 然後把它怎麼樣 停止錄製 最後的話呢 再把按鈕做出來 按鈕的話我這邊 直接就是在指定那個 黑名單篩選 如果一次到位的話 應該就 給他把這個 這個按鈕拿掉 把它換成那個 黑名單篩選 一個是清除 清除 不過我是建議啦 但你錄完之後 一次要做正確 其實不太 不太容易 清除 然後呢 可能錄完之後的那個程式 盡量 可能要加個註解 因為你做那波動作 哪一些哪一些 我前面講過的 可能自己再做一遍 那我試一下喔 黑名單篩選按下去 有沒有成功呢 不過他有在跑 但是有個很慢 對 比較慢 因為我這一台 CPU比較慢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把剛剛的動作 我重新再做過一遍 然後 切過來了 OK了 沒問題 清除比較快 清除就清掉 但是有個問題喔 剛剛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我按一下他的時候呢 他怎麼樣呢 他會先切過來 然後會卡在這裡 然後跑很久之後 才又過去 可是你想說 好像其實也沒有 不好啦 只是說以後自己看了 或者是說你將來這個東西 給別人用的時候 別人會覺得說 你這是怎樣 成事好像怪怪 雖然結果是OK的啦 可是喔 就是 那個細節部分 感覺可不可以讓他 做得更好一些一些 做得更好就是說 不要讓那個畫面 感覺好像卡在那邊 然後好像要動不動 大概壞掉還是沒有 我不知道 比如說很急的 你就一直亂點 點一點沒事就變有事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是 看有沒有辦法 不要讓那個畫面 切過來 切過去 然後讓那個畫面 感覺這樣不流暢 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啦 只要再加 兩行 其實加一行 成事 就可以了 就是把那個畫面 更新關掉就可以了 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畫面不要更新就好了 不要更新 說一直停在這裡 他只是說 畫面不要像剛剛 切過去 切過來 好像有講過吧 有沒有 之前是講那個 關掉那個 那個什麼 Application 點那個 對對對 那個 Dispressor Alone 有沒有把他關掉 那其實這邊也類似喔 Application 其實還蠻大 有沒有 你看 這個物件 其實就指的是 Exale Exale 它具有 關掉 要畫面提示 所以如果你們 假如不希望有那個 錄完之後 當錄完之後你可以 切過來 你們的那個 聚集裡面可以看到 黑名單篩選 你可以把它編輯 那編輯裡面的話 它有 預設這邊註解 我希望把它拿掉 你可以看到剛剛錄的東西都在這裡 有沒有 它就是 郵標放在那個 查詢名單 然後切到b2 這些動作都做了 其實就是貼上 如果說你希望呢 最後呢 不要有畫面切換的效果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開頭地方 加一行程式 就跟之前那個還蠻像的 Application Application這個物件 可能要稍微 背一下這個單字啦 這手機的App 其實就是單字 的縮寫 Application 電 它裡面呢 關掉畫面 畫面 就是螢幕啦 螢幕的 英文單字是什麼 Screen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打一個S 其實我 我剛開始也不確定哪一個 那我就用猜的 畫面 那我就想說 畫面 更新 畫面更新 上面有沒有 Screen 其實我剛開始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用直學 我想說它應該會有 類似的功能 可以讓我關掉 畫面更新 所以我就試了一下 Screen Updating 畫面更新呢 我如果要關閉的話 等於什麼呢 關掉的話 有沒有之前還印象嗎 等於之後它會有True Force 就開關 所以你怎麼樣呢 把它關掉就好了 等於Force 關掉呢 意思說我不要這樣亂切 不要切 但是記得喔 你如果關掉之後的話 請你在最後一行 就End Sub前面 也再加一行 叫什麼 等於True 因為如果你不把它打開喔 以後 畫面需要更新 它就不更新 那反而好像會造成一些 不好的那個畫面出現 OK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再來試一下 清除 剛剛會切來切去有沒有 現在呢 把Updating關掉 試一下 不過它的效果是不會切喔 所以按下它 它會怎麼樣 還是停在這裡 它不切了 只是說它一直在 一直在這一個畫面 OK 但應該比剛剛好一點 不過我覺得喔 雖然好一點 但是還是在轉 只是說使用者說 你還在動 有了有沒有 至少感覺應該會 比較起來啦 比較流暢一點點 不過其實最好的啦 我是覺得 最好還是要有個 進度的狀態條 有沒有 你跑多少 它可以更新多少 對不對 只是說那個東西 要寫就很複雜了 所以 大概這樣就已經夠了 因為最簡單的方式 點ScreenUpdating 把它關掉 就OK了 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剛剛的動作喔 那 那個流程的話 就是大概喔 可以參考一下 講義的第102頁 不過我這邊寫的並不是 非常的詳細啦 可能細節也許你再自己再把它補一下喔 所以我這邊的話 那 註解部分 最後我是建議呢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下 還有呢 這個東西喔 最後 最詳細的 這個 畫面 那個錄製喔 我在 我的雲端白板 就是之前跟各位講 雲端白板裡面喔 也會有那個黑名單篩選 的程式 裡面的話就會有比較詳細的註解 因為講義裡面沒辦法放的 我就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雲端裡面的話 那我就分別把這些 有沒有 黑名單篩選 大概步驟就是 切到查詢名單工作表 點擊它的B2 然後呢 再把那個公式打勾 接下來的話就再 再怎麼樣 再 游標再放在B1 做什麼 做篩選 篩選完之後呢 Ctrl Shift向下 那就是再把它 再把它貼到那個查詢 結果裡面 就完成整個流程 所以這一段 這個其實各位可以 假設你要 比較詳細的內容的話 雲端上也有 OK 那試一下 請各位就是 完成 把剛剛這個部分 打Round一下